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Elisa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topic 叫做 儿童及青少年的情绪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精神病 只会发生在大人的身上 但其实儿童和青少年 他们都会患精神病的情况 但由于很多家长会忽略 就是说小朋友可能纯粹还痞 不听话或者是叛逆 就觉得这些是纯粹他们自己的 青少年是自己的一些普通问题 和精神病是无关的 中国人其实有个忌畏 就是说 丑事传千里 很多事情都会失收买卖 他们不会说出去 所以根据我的经验 就算我的病人病了几十年 可能他们的家人 不在一起住的家人 或者隔离轮舍 或者朋友 都不会知道自己有精神病 他染色得很辛苦 不是染色得很好 是染色得很辛苦 有时在我们的角度 他们会很愿意和我们医护人员谈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专业的 他们知道我们可以从一个 另外一个角度 或者一个同理心的角度 去和他们分享 但是外面一般人 如果他们自己是说自己没有精神病 你和他们谈的时间 其实他们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跟他说的有时 他们都觉得说你很浪费 说完他都不明白 这一堂就是和大家说 关于小朋友 儿童和青少年的情绪问题 很多人都会觉得 小朋友应该是活潑 开朗 应该不会像成年人那样 一样有这个情绪问题 但是事实上 有些小朋友和青少年 常常都会觉得很焦虑 很不安 又或者是屈屈寡欢 只是他们 是未必能够很清楚 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以至未能够对症下药 让我们多了解一些 儿童和青少年的情绪问题 而及早识别帮助他们 首先想告诉大家 究竟什么是叫做 青少年和儿童的情绪问题 常见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情绪问题 包括抑郭症和焦虑症 抑郭症在儿童期是非常少见 但在青少年阶段 就渐渐增加 而且女性患者比男性多 而焦虑症 就是远焦虑有关精神病的总称 常见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焦虑症 包括有分离焦虑症 恐惧症 社交焦虑症 广泛性焦虑症 等等 研究显示 儿童和青少年患有焦虑症的情形 不是很罕见 大约100个小孩或青少年之中 有3至4个案例 至于如果患上这个 躁狂抑郭症 的话 在儿童期就更加是罕见了 好了 那究竟小朋友 儿童和青少年患虑症的病症 是什么 之前我提到 他们都看不到他有病症 只是觉得他很严 只是觉得他不听话 只是觉得他很反叛 但是 这件事和精神病又有什么分别呢 那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一个小朋友 是不是患上精神病呢 我就看一个病症 那其实呢 其实他们有病的时间 儿童和青少年 会和成年人的抑鬱症一样 都是会有持续两个星期或以上的病症 好像是情绪低落 另外就是很容易发脾气 或者对大部分的东西都没了兴趣 以前有可能他喜欢做Legos 做完功课就做Legos 又或者现在的小朋友 个个人都看到他们 都会划着手机 不停按 他不喜欢玩机 搭起来一边 可能以前呢 就很喜欢玩那些 Virtual World 带着一个镜子 小朋友 那完全不玩 没有兴趣的 另外呢 食欲和体重有显着的减少或增加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有些抑鬱症的儿童和青少年 他们是会不肯吃东西的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因为我们有的,他一向很喜欢吃我做的鸡翼 为什么最近不肯吃呢? 你可能会想,是不是我煮得不好吃? 但是如果小朋友突然间 一向在妈妈煮的鸡翼都觉得很好吃 突然间不吃的话 这一件事就要留意了 而另外就是 失眠,或者睡得多过头 整天都很累,很紧张 或者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很迟换 难以集中精神 以及不合乎上你的内疚感和绝望 以及有些自杀的念头或者行为 而一部分的病人可能会有更加严重的症状 例如有妄想 或有幻觉 但是,而于他们太小 而于他们的表达能力 有时他们未必能够清楚 去说出他们的感受 而他们的症状 反而是呈现了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 好像是学业 最重要是看他的学业 必须上学 学业的成绩退步 或者他学习很懒散 你叫他读书的时间 又好像很生气 不停地找一本书出来 都要求他 要求他拿一本书出来 温书 另外就是人際关系有问题 人家的年轻人 都很喜欢一放学 就集中一群一起去玩 但幻想精神病的 儿童和青少年 就不想和别人有任何人接触 这些行为上的转变 就可能更加容易被人察觉到 但是如果忽略了 这些病征背后的抑郁症 那只是靠一般管教方法 去处理 是务保于事的 简单来说 你看到他 学业成绩退步了 那做父母的最兴障就是什么 他就说,那怎么搞的 你成绩又差了 那些 你都未能了解到 究竟为什么小朋友的成绩下降了 第一时间就觉得他是难 他偷懒 见识他是打机的 见识他也是看电视的 见识他做什么的 所以成绩下降了 所以你一定要去搞清楚 究竟为什么你的小朋友 突然间会有这些成绩退步 以及有我所说的病征 究竟他的原因 为什么小朋友和青少年 这么小 为什么都会有抑郁呢 其实 某程度上 都是因为遗传因素所影响 这个遗传模式 会提高了病患者的下一代 是患有抑郁的可能性 代表一件事就是 如果假设 那个小孩 可能他上一辈 就是他父母有抑郁症 又或者他爸爸妈妈 再上一代有抑郁症 就有机会透过遗传 传给这些小朋友 但也不是保证患者的下一代 一定会有遗传这种病 简单来说 有机会是因为遗传而得到抑郁症 但是也有很多原因是未明白的 科学家现在都未询到 为什么人们会患上精神病 虽然你说是一个老婆疾病 但为什么有些人有 有些人没有 现在科学家都未询得到 另外 环境因素 例如家庭的关系问题 缺乏社交支援 生活上遇上的较大的压力 或者转变 例如是什么呢 比如说家庭关系 比如说假设 爸爸妈妈要离婚 这件事对于小孩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呢 就是小朋友会觉得 一个家庭里面 这一间屋建出来的时间 应该是有爸爸 有妈妈 有小朋友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是如果被小朋友知道 就是爸爸和妈妈要分开了 要离婚了 他接受不了 这件事 他觉得我 选择和爸爸一起生活 有个选择妈妈 但是我两个都是喜欢的 一是那个是我妈妈 一是我爸爸 那些 我不想他们分开 但是当然 成年人 他们所想的 和小朋友想的 就不同了 但是 当爸爸妈妈 决定要分开的时间 小朋友是遇到 这样的转变 他们是未必承受得来的 另外就是 刚才说 遇上一些较大的压力和转变 比如说 好像这样 现在考那些 不知道什么 DSE 或者什么SE 那些 就好像说 一铺定胜负 那些东西 你不行 你失败了 你就没有了 你就一生就做一些 低下层的工 那这样 其实有时候 是不是真的读得书多 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职业呢 那 是不是成一正比呢 就是当然 有很多职业 都是需要你一个 专业的资格 又或者你需要约上的 约上的 academic result 那 那一件事就是 是不是真的 纯粹读得书多 你就可以 做一个好人呢 那 也未必 有很多很成功的人士 他未必读得书多 但是他是凭自己的智慧 来做一回事业的 所以 有时候 当他患上医学的时间 我们要留意他的病征 是有多严重的 那 好了 那当这些儿童和青少年 长大了之后 他们的情况会怎么样 那 个半数的病患者 都会有复发的机会 而复发的原因 很多时候 都要和环境因素有关 有一小部分的患者 会演变成 这个躁狂抑鬱症 就是我之前我说过的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有机会 会演变成这个病 BAD 需要留意的就是抑鬱症 和自杀行为是息息相关 所以在治疗过程中 一定要尽量减低复发的机会 有很多时候 你看到 比如说 开学 都试过 好像年年都是这样的 一到开学 回了学第一日 回了学第二日 之后 那些学生哥 就会背着背囊 然后就走到楼梯边 然后放在背囊 然后就踩上椅子 放进去 放进去 飞下去 那些 为什么会导致一些 年轻人 想不开 要这样去死呢 是不是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 学业 回了一两日 学做 刚才开学 放了这么长时间的暑假 为什么一上学 就要自杀呢 那些 好像从来都没有人 去正式的去统计过 或者没有一般人 去了解过 究竟那些小朋友 为什么要自杀 所以来说 如果他小时 已经有抑郁症状 的话 长大了之后 仍然有抑郁症状 的情况 还是起到的 好了 如果 青少年 或是一个儿童 患有抑郁症的时间 我们怎么治疗他 当然 当然是 多管齐下的 比如说 包括 我们一定要去找他家人 找他家人 老师 或者他的同辈 对患者 是用一些聆听的方式 多些了解 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说 和人沟通的时间 不是代表一定是和病人 和人沟通的时间 Listening 还要是Active Listening 即是一个很直接的聆听的话 或者是一个积极的聆听的话 是很能够帮助病患者的 因为病患者 他所需要的 是一个聆听的意识 而不是说 你不停在他面前说话 说真的有很多东西 他不知道吗 什么都知道 只不过他是很想 好像能够有个人去接收他的信息 让他内心的感觉 能够释放出来 令他人开心一点 所以我们需要的 是聆听 另一件事就是 比如说 我们要改善家庭的关系 增强支持网络 或者利用认知行为疗法 去改变他们的思想方法 如果吃抗疫药的话 也可以帮助一些 比较严重的病患者 简单来说 未必每个青少年 一开始的时间 就要吃抗疫或药 但如果他的情况是严重 他是很想死 甚至他有死亡的念头 或者是行动的话 那些就要即时接受 这个精神方治疗 好了 接着就讲到 什么是焦虑症 焦虑和焦虑症 又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焦虑呢 是一种由紧张 不安 焦急 忧虑 担心 或者恐惧等 感受交织而成的 复杂情绪状态 当这个焦虑出现的时间 但上半随着一些生理的病症 包括 心握住 心跳加快 头扔扔转 呼吸困难 不停飙汗 全身打冷阵 胃不舒服 或者辐射等等 其实每个人呢 都可能因为某些事情 人物或者场合的不确定 而感到焦虑的 例如 要面对考试 或者叫你上台做表演的时间 这些焦虑呢 很多时候都是很短暂性的 当你考完试 当你present完之后呢 就会回复一个正常的反应 而这个也不是一个精神病 但是 假如 他考完试 present完试 他仍然是维持一个很紧张的状态 这个就属于一个精神病 一个焦虑症 这个焦虑症 会持续一段时间 会影响到病患者的日常生活 社交、学习等等 所以这里我们要知清楚是什么 好了 上见的儿童及青少年的焦虑症 病症又是什么呢 其实 上见于儿童及青少年的焦虑症 就包括分离焦虑症 恐惧症 社交焦虑症 广泛性焦虑症 这个分离焦虑症的症状 主要是很害怕离开身边 经常照顾他的重要成人 包括父母或者照顾者 当他面临分离的时间 或者知道将要分开的话 那个小朋友就变得很害怕 会担心大人会遭遇不测 或者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令到他们不能再见面 而不肯上学 如果没有熟人的陪伴之下 是不肯睡觉的 会很常见会发恶梦 内容通常都是跟这个分离有关 他们不能够独自留在一些熟悉的地方 假如他自己一间房子 他是不敢和自己一个人睡 他一定要如家的工人姐姐 可能工人姐姐照顾他的时间比较多 可能他会选择跟工人姐姐睡 如果是父母回来的时间 可能他就会和父母一起睡 这些就看见他是一个焦虑的情况 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他经常埋怨身体不息 头痛、胃痛、又作呕作门 这些也是一些焦虑症的症状 另外就是恐惧症 恐惧症的症状 主要是对某些事物或环境 表现过分恐惧 他们会违避这些事物或情境 而至于社交焦虑症 这个病患者主要是很怕去面对陌生人 当他需要去接触陌生人的时候 他会显得很尴尬、很害羞 或者很在乎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呢 十分焦虑出席一些可能被人注意的场合 整个人像机械人那样 像机械人那样 硬态那样 就算完成了 即是离开了压力缘 回到家 都一直在想一些令他很紧张的事 令他睡不着 另外就是这个 廣泛性焦虑症的症状 包括他紧张不安 犯怒 容易疲倦 注意力 无法集中 肌肉僵硬 这些会令病患者 经常感到很焦虑不安 但是他又不知道 为什么会造成这些焦虑的原因 他经常都觉得 随时随地都会大祸临头 那些 经常会有很多不好的事发生 那些 造成焦虑症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呢 都要看一个人本身的性格 有些人与生俱来 就是他很容易就产生焦虑 例如他本身是很容易紧张的 很容易跌那么多东西 就吓他一餐饱了 或者其他他的家庭成员 都患上焦虑症 有时焦虑症会随着某些 有因的出现而是一触即即发的 这些有因是包括 比如应付一些 外来的压力 生活转变 又或者如果读书的 突然间说要转校 或者是很多功课要再做不及 你这样 家人患病 或者是离婚 这些都会增加了这些 青少年这些焦虑症 另外就是有一些焦虑症 是在病患者经历过一次 心理重伤之后才开始出现 而在某些情况之下 病患者心中 已经有一个 己仁忧天的悲观想法 常常都担心 这个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或者是太刻意 被违背 曾经令自己不安的处境 患者负面想法和逃避的行为 会令焦虑症状继续维持下去 而另外 不用药物 或者某些疾病 好像内分泌失调 等等 都可能会促使焦虑症出现 好了 如果假设小朋友患上焦虑症的时间 那么长大之后 他会怎样的 那么其实很多焦虑症患者 会随着一些 叫做 我刚才说的有因 一些有法的原因 他慢慢削减的时间 就是好像说他以前的读书 他为什么突然有焦虑症 就是因为转校 就是转校 也认识一班新的同学 认识一些新的校规 认识新的老师 那些这样 就会令到他们有很多 很多担心的 那么长大了之后 就是已经读了白书 已经很害怕 那自然就没有了 那么他们的病征 就明显有改善 甚至是完全没有了事 好了 如果 儿童和青少年 患上焦虑症 又有什么治疗呢 那些这样 就是说 当家长 发觉子女 持续出现 刚才我所说的焦虑症的病征 超过四星期 而且影响到她的日常生活 学习 学习 社交等等 就应该是 立即去尋求专业的协助 例如去看精神科医生 看心理学家 以及要详细了解 儿童病征 和成因 然后定下一些适当的治疗方式 治疗方法呢 大致都是分在心理辅导 行为训练 和乳密治疗等等 另外呢 家庭成员的谅解 支持和协助 也是相当重要的 那家长呢 如果明白治疗的重点 而且是帮助 帮助子女 療效自然 就会明显和持久 那呢 其实 讲到这里 其实都 带出了一个讯息 就是说 其实 现在的小朋友 当然 有时候我看一些YouTube的视频 看到有些老师 对着幼童 可能只有两三岁 或者三四岁的幼童 这样 就是 又推又踢 那 又突然间 那小朋友 挖挖挖的时间 拉起一张椅子 让小朋友摆在地上 这些 这些行为呢 是令人觉得是 令人发指的 为什麽可以做得出 对一些小朋友 去做这些行为呢 那这些小朋友 这些小小的小朋友 他被这些大人 因为这些其实是他的老师 如果假设 他对一些 应该信任的人 而这些信任的人 是伤害他的话 他长大了的时间 有这个焦虑症 或者 抑郁症的 情况 亦都是比正常人多的 所以 很多时候 如果你看到 发觉到 就是说 你的小朋友 回家的时间 行为有改变 学习成绩 又倒退 又或者 他不再回学 他说 我不再回这家学校了 那些这样 有机会呢 是有一些叫做 欺凌事件的 那欺凌事件 除了同辈 就是同学 去欺负他之外 可能有机会呢 是学校一些 学校里面 一些 的 老师 或者是一些 例如校长 卡丽卡拉人 辅导老师 那些 他们认为信任的人 欺负了他们的时间 就令到他们不想再上学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是这么多 希望大家可以 分享 因为其实 很多家长 有时见到 那些子女 经常都说 是我教我的子女 我很生气 那些 骂也是这样 其实骂 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法 有时 大家真的 放下身段 不要常常以为 将自己母亲的身份 抬到很高 就说 我是你母亲 我是你母亲 我生你出来 我就要教你 我生你出来的时候 我就要管住你 那些这样 No way 为什么呢 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独立个体 他出生之后 他就自己是一个 individual 如果假设 你尊重他 他就尊重你 如果你肯 每个人都坐下 跟他谈的时间 他就很多事情 会跟你谈的 因为他觉得 妈妈跟我的关系 好像好朋友那样 如果你能够 跟子女的关系 可以维持到 这样的关系的话 小朋友 不会对你说大话 他会每个人都跟你说 妈妈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妈妈 你这样好不好 他会每个人都问你意见 而不是每个人都 你要去问他 因为到时候 就是说 你们的关系 一搞得不好 那时候 到时候 最后 No way suffer 都是个儿童 或者青少年 如果大家看完之后 觉得这段影片 是帮到你 或者你的家人的话 可以在我这段影片里面 有个subscribe的 有个订阅的 你可以按个按键 另外 按个like 另外 你可以给我一些comments 你给我一些comments 我会看 看完之后 如果你留下一些问题 我会回答你的 在这里 就这么多了 遲些再见 拜拜